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区突围新手耳机到底该怎么选 暗区突围 PC 端和手游差别到底有多大 逆天发言 JSR耳机不如M32 贵难道就真的好吗 冯芯到底该怎么选暗区里的耳机呢 今天一个视频告诉你 COME1战术耳机 售价1380kMb 功能性十分拉胯 在所有耳机中可以说的地板砖一样存在 聊胜于无 主要起到一个心理作用 但这个价格怎么说呢 我没带过耳机玩优先 可以买一下感受一下 M32的战术耳机 六价6150kMb 亲手强烈推荐 说是性价比之王也一点不为过 日常使用完全够 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 一上来就整17000的JSR 不是说JSR不好 而是给的对于信息太多 而且价格也很贵 对于萌新来说不是很划算 除了M32还推荐大家使用老鼠头SH12 花一分钱就能拿下头盔加耳机 同样是中听力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 JSR还真不如M32 Z038正数耳机 收价9504kMb 中规中矩 比较均衡的耳机 但不如指挥官 价格也有点偏贵 性价比不高 都用这个了 还不如急急预算 直接上指挥官 毕竟指挥官在蓝德那里 也只需要1万就能买到 跟这款耳机也差不多 但性能会提高很多 指挥官A战术耳机 售价13,032kMb 降噪高 本周玩军械库尔电视台的玩家 都会选择这款耳机 去除杂音 经进一步十分清楚 可以说是室内作战 最好用的一款耳机了 Dia S2战术耳机 售价17,496kb 绝对的最强耳机 戴上之后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听不到了 听得相当远 更加适合事外 会不推荐薪酬使用 让听起来很远的声闻 觉得很近 导致误判 使用这款耳机的大佬 非常多 对手任何操作中 进得一清二楚 萌新成长起来 这款耳机是必不可缺的 毕竟贵有贵的道理啊 如果你实在是听不明白 又吓得不行 建议直接上自闭头 听不到 有再多人都害怕 烂命一条就是干 毕竟这玩意儿是真的 暗区作为国服PC版 对比手游 到底好不好啊 跟手游有什么区别 值得玩家尝试吗 今天一个视频告诉你 个人感觉 区别最大的就是画质 同样是人物 手游是这样 PC是这样 同样的枪械 手游是这样 端游是这样 从手游进普农是这样的 PC端进普农是这样 大家感受到区别了吗 本来没觉得手游有多模糊 直到上了PC 好家伙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总体而言 端游确实比手游更加真实 整体的画质更暗一点 并且天气变化 下雨等等细节都很到位 最大的区别又是 没有声纹 只能今生辨别敌人的位置 当然大部分的PC端 FPS游戏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想 从手游直接跳转到端游 那怕是不太会习惯 并且会要求玩家 最好在游戏外配戴耳机 因为许多细节 和很轻的脚步声 很有可能听不到 当然 如果你耳朵特别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忽略这一点 其实就是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 就是剧情被重新梳理成了 这种故事线的模式 而联系人这里 也只负责销售货物 以手游的联系人处接任务 要好梳理剧情的多 按照这个模式 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 我们玩家进入暗区 大概在哪个时间段内 并且在这之后都发生了什么 并众所周知 暗区的每个赛季的时间轴 那叫一个乱了 但缺点就是 我们必须向完成钳制任务 才能解锁之后的人 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暴了 我个人感觉暴率还是比较高的 不知道是不是刚开服的原因 并且端游将整体物价水平都提高了 端游的金丝售价 158万 比许手游大 49万 可以说翻了三倍 但同时物品售价也是一样的 比如借SR耳机 手游1.7万 端游则是需要4.6万 按比例算起来 还是跟手游差不多的 这位大家比较关注的 PC端博额手游端互通这件事情 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互通 这个如果不是开服就做 之后就会很麻烦 如果开服就做 手游玩家用老账号直接等 对于新入坑的端游玩家 肯定不公平 除非有两个服务器 但这样的运营费用 也会直线上市 总结一下 端游比手游的出境率更高 画质更好 故事脉络更清晰 但肯定上手难度要更高一些 并且任务必须按照官方规定的顺序完成 蓝团的强度也是很高的 总体而言 要更加符合硬核的定位 7C和手游不互通 相当于要把所有任务重新过一遍 大家可以根据个人情况 决定是否入坑暗区突围段